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群迷失在失控欲望中的青年 最终悔恨难当 生活不是游戏 一辆神秘的军牌车 天望满目即将播出 把狗小兵抓住这件事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打听的人也特别多 包括我们单位的社会上的 不过说是走落了封审 那么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案件的侦查 就会带来不可不量的这个困难 2009年3月25日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分局刑侦一大队的侦查员们 对外都在极力掩饰着他们的紧张 他们意识到 这个盗案的犯罪嫌疑人身后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团伙 一个他们寻找了很久的团伙 今年以来 白银区共发生99期 机动车逼到案件 占我们整个发案的四分之一 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公安部党委开展 大字网 在走访的过程中 群众对机动车逼到案件反应强烈 在白银市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 机动车被盗案件频频发生 而许多迹象表明 这与一个开着群排车作案的团伙 有着密切的关系 07年的时候 就反映出来 偷车人开这个中排的 难开多少多少 我也花了终于 我们调了路上相关的做了调查 但是都没有啥结果 我们感到样力非常大 这个团伙组织严密 行踪诡秘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刑警们一直没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但是刑警们也一直没有放弃 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 机动车被盗案件的种种线索 寻找着那辆神秘军牌车的蛛丝马迹 接到一个庄浪县公安局 打过来电话 他们在工作中发现 一辆我们这么被盗的 上网车辆 我们问了一下情况 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叫鲁龙军的 来说是 这个人是在兰州 一个汽车修理部打工的 马上意识到 这是不是这么敢 盗销一条龙 鲁龙军很快被带到怀银 接受了更缜密的审查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出示了一张关于车辆的奇怪的证明 证明那没啥是写的 写的说是这个车 是让兰州的华林山派出所扣好的车 只能允许就是让所有使用的一个证明 我们都是执法工作者 都清楚 就不论是什么车 哪怕它是被盗车也好 装车也好 你一个派出所把车扣下来 以后你不可能随机处置的 你更无权把这个车卖掉 鲁龙军故述 车和蹊跷的证明 都是狗象兵提供的 他说是狗象兵说车是什么 他从别人手里购买的车 又转给他 所以这个你看不出来 有些还不合适的地方 因为没有别的证据 没有证据 但是有这疑点 鲁龙军在不经意间说出 狗象兵之前还向他卖过另外一台车 价钱也很低 我们想如果这个车是别人偷倒给他的 他是第二手或第三手 价钱绝不会这么低 四千多块钱 一辆桑塔纳 我们穿插进行了询问 先问乌龙军 你说这个狗象兵到底是干什么 狗象兵我们问的时候 就肯定就是一问乌龙军的 人肯定都有弱点 他这个狗象兵的弱点就是性格开朗 外向善谈 我们抓住这一点才用了自由交谈 余晖询问的这种方法 他心里清楚 卢龙军我们已经抓获了 他爱攻击这个卢龙军这个人 他就咬的就是说卢龙军 卢龙军还收过一辆车 他们就互相咬 说是收过一辆桑塔纳 还收过一辆桑塔纳 反正他就互相就两个互相就这么有 卢龙军在不经意中击 给我们反映出来 这个狗象兵曾经走过 他修过几台车 更换过这个汽车的这个点火开关 和这个车门锁 有几张 辛苦了两三秒 点火开关和车门锁都被修过 这是怎么回事 走不上 坚持了两天的狗象兵 最终坦白了四十多起案件 而且他同时交代出来 他们团伙的主要成员 他主要就交代了徐明辉 据他说徐明辉在这个案子里面 是最重要的 说新学的 说开一个军车牌子 这时刑警们期待已久的案件 终于有了线索 但是他们进一步查证时 问题出现了 我们上网查了一下 但是没有查出这个人 把鱼香片的调出来 让这个嫌疑人 狗象兵变人 没有一个事 让我们很纳闷 说这个人到底交代是不是真的 好多嫌疑人 在试探过程中 夹一大堆 夹些案子 也是干扰我们的侦查 把你视线引开 让你去查这些案子 最后呢 给他的同案犯 造成了一个逃跑 所以我们仅凭 狗象兵一个人的供述 我们确信 刑警们对狗象兵的供述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但是随着近年 公安部信息化建设的加快 揭穿类似的谎言 变得简单了 今年我们公安部 推出了一个 打击犯罪新机制 这个机制就是 可以网上办案 按照狗象兵的交代 比如在定西 哪儿年几月份 在什么地方 偷了怎么个颜色的车 我们把这个信息 通过跨区协作平台 我们发给定西 定西他们就可以 把这个案件调出来 从办案成本 从办案效率上 都大大激高了 与此同时 刑警们带狗象兵 对白银的现场 也进行了秘密指认 零九年的二月份 特何一样 什么车 两黑色上台 狗象兵交代案件 都是真实的 我们干的案件十分重大 在上报市局和省关厅的同时 我们决定成立三五专案 集中一优势兵力 开展侦破 首要人物 就是抓捕犯罪行人 高象兵交代 他的同案犯有着十人之多 侦破顺利进行 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保守住秘密 由于这起案件 涉案人员众多 组织也很严密 一旦一个人有什么风趣操作 势必会影响他人抓捕 你说是 咱们要做到外送内警这种事 不是统一了口气 只是个收藏 没有证据证明其他的犯罪 我们把葛项明关到看书所里 我们就跟葛项明交代了 你到看书所里 不管就是干警问你 还是里面耗子里面的 其他犯罪嫌疑人问你 你犯的是什么罪 你都要说 就是销了一台车 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借助 他们得能来打听 反倒给我们帮了忙 多方面的打听 因为这样就帮助我们把这个信息散布出去 给我们办案创造了一个机会 机会如果抓不住 最终会失去 3月25日 抓捕工作全面启动 而刑警们甚至完成任务的难度 尤其对于最主要的案犯 徐明辉 对于徐明辉 刑警们只了解他一个不能肯定的住址 而在照片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 他们极有可能碰见了都不认识 从这个地方 你看 梅艳 看住一 这就是他进去以后 里面的人的情况 看人进出 进军呢 也是从这个地方下去 到这个后面 准备会住的这个地方 都是出租平房 那进去以后 一个院子有几十家子 外面的人很容易注意到你 你是外来人 也不能待得太久 那个守候的工作是相当艰辛的 你还不能让别人发现 若无其事的 你在那转来转去 要守从白天守到晚上 电话打一个 由于极度缺少完成任务的条件 辛苦却并没能换来进展 两天过去了 徐明辉仍然只是个名字 后床看 没有后床 没有后床 应该是只能从前门进 而此时 当年轻的侦察员想到了要放弃时 教导员李东伟显现出了本色 从今十五年 李东伟一直有一个绰号 李牧家 他们的开玩笑 这人吊事要吊得特别值得 这啥意思呢 其实主要是他县所做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说 这个人牧得很 老实 干啥事情执着得很 以至于到底 绝不回头 死钻牛角键 我就非把这事情弄清楚 狗湘斌反映出来这么个细节 狗湘斌说 许明辉和他媳妇住在一块 他媳妇正在怀用 正在怀用 我们把这线索就给抓不住的 我们李东伟教导员反馈过去 我们李东伟教导员 马上意识到 如果他媳妇怀用 能不能到社区去找机身站 让机身站的人配合我们 社区的工作人员的身份 就对这个许明辉的这个出租房 进行这个调查 检查和登记 设想最终得到了完美实施 社区工作人员非常配合 在偷偷守候了多日之后 侦察员们堂而皇之地 走进了许明辉家 徐文贵正好在那 当时我看从 从他的眼神中 我已经看出这个人 就是比较诡计的那种人 你们身边就来 能不能跟这个 我身边就打 好 你跟来 让我跟这个 证件拿到以后 看了一眼以后 当时就非常信奉的 因为是主要 看名字都合适 甘肃 平良 华庭线人 心里也很紧张 当时一看完 这确实这个 还没想到今天 一下就碰到手 须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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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这次转变他命运的行动,没有丝毫准备。 带走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为啥找他,或是他心里知道,他装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开门见山说,你的车呢? 他说车在哪里? 当时让你把这个车带走的时候,当时我看他的表情已经一变。 徐明辉心里清楚,他没有逃避的空间。 在他车后的箱子里,满满一箱全是犯罪的证据。 最终,徐明辉顺利交代了自己参与和了解的全部四十多起案件。 不是说感受了感动了,你不料紧吗? 明辉这个人,到完以后态度非常好,态度非常好。 把他所有的问题交代的疫情组不说,另外他就说了,因为这个娃娃比较聪明。 他就是立功。 西部七月份就要生个小孩了。 这个人还是非常聪明,非常难干的人。 如果走正道,还是非常难干的人。 但是他不是聪明,没用到地方。 徐明辉就是那个开着神秘的军牌车猖狂作案的人。 行警们早就想将他绳之以法。 但即便如此,真正面对这个期待了许久的犯罪嫌疑人时,他们还是充满了惋惜。 徐明辉,1982年出生,直高毕业。 所学专业为汽车维修。 他本身也很喜欢车。 就是从小就感兴趣。 像美洲那些汽车杂志,我都买来都看了。 要吃米。 后有乐于研究车的这个点火系统,车门都怎么打开。 其实就很乐于研究这些。 在车上一看,园里看透,我就在修理船里再去一看,猛子打客,我一看,从哪里撬你,我就知道。 我实际操作一想,这还能行。 2006年9月份,徐明辉第一次作案。 而原始动机是他对汽车难以遏制的痴迷。 他还是抱着这个好奇,玩到这个心里。 偷了一个车还不敢开。 就开着玩着,但是晚上开着出来,玩一圈子。 因为当时你没有,就是没有这些,钱加油啊,维修啊,这一方面,你车还不敢多跑。 跑就多了,害怕车坏啊。 像当保安的话,一个工资仅多了就一千克钱嘛。 欲望会增长。 很快,徐明辉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夜里开车。 所以就在头车,把这个车卖的,拿着去卖着这些钱去养这个车。 可以,白钱也能开,马上也能开。 徐明辉每偷上一台车,每偷上一台车以后,他都要把这台车,就开上这么几个月了。 挖上了,军牌,开上以后,他就只能满力。 里面放着警工,然而是,其实还在这个保安队长班,徐队长班。 那就麻了,做案做多了,就跟开自己车的一样。 徐明辉利用黑夜里见不得人的勾当,维护着白天虚假的骄傲。 而时间到了2008年6月,一个契机让他的犯罪活动再一次升级。 我记着,他们在从哪里偷了个车,放到我们单位那里,在窗子上一看,门子上一看,能猜出来七八分。 我说,这车咋想偷来就吃。 口香冰也是当保安的,慢慢闲聊这个过程中已经缺钱了,他们还是。 再加上徐明辉利于这时间,自己开始慢慢慢慢就融合在一起。 既然有这项技术,为什么不施展呢,而且来钱快,他们就开始就流窜于各地市,开始就大肆倒出车辆。 团队作业让徐明辉的收益又上了一个台阶。 这时候,他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对汽车的喜爱了。 这个徐明辉这个话,我跟你说,善于接交朋友,就朋友这些花钱。 他所有的就是偷车所得的赃款,全部起来吃了喝了。 把钱挣起多多去了,准备哪里开呢,找上个正式工作,就是用这些钱打通各个关系,找个正式工作。 实至自己突然被捕,徐明辉已经对更远的未来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划。 他想到过退出偷盗的一线。 为此,他还培养出了一个出色的接班人,丁火洞。 这是他的得意的这个弟子。 开这个车门锁啊,借这些电话,开关这些手法。 应该说是天赋,是徐明辉说的。 也实际一看就会这种人。 丁火洞正是刑警下一步,急待抓获的人。 据徐明辉交代,丁火洞是团伙内唯一不做保安的人。 1980年出生,中专毕业,专业是计算机。 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有老婆,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条件优越。 因为与狗香兵是老乡,从而跟团伙发生了关系。 而自从燃脂偷车以后,就十分投入,进步神速。 他后面在我看,好像是,一方面不是顺便,好像是跟着很,虽然是后学,但是感觉他就弹着很像的。 他就是爱好偷,我感觉的偷车。 你说他的家庭条件嘛,就是说自己也开铺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他也不缺钱。 半年过后,丁火洞在团伙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抓住丁火洞对刑警们来说也是十分关键。 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似乎比徐明辉更为解决。 我们审查狗象兵的时候都拿来了,上来了。 虽然狗象兵当时还没有交代犯罪事实,但是丁火洞极有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及时出逃。 对刑警们来说,抓捕难度更大。 我们对丁火洞的三处的住处,在进行的守护,还有伏机们,还有调查。 据民意就说是丁火洞的任何的休息出现。 最后就说是,你这个时间不能拖得太长。 你拖得长以后,让对方肯定判断出来许明辉落网的。 就是外面咱知道许明辉在落网,他们这些倒车的这个团伙里面的人,可能全部就会跑掉。 在时间的压力之下,抓捕丁火洞,如果采用常规的手法,依然显得脱腾。 这时,警警们想到了一朝醒奇。 农村说的那句话,突然没有一次那么一幅图,我们就暴露一个克服沉重的这么一个决心。 你也叫聪明的很慢,是你的能力。 条件是啥呢? 那许明辉配合得比较好。 他也想争取这个立功的机会。 就让许明辉通过改信,把丁火洞掉到每个地方。 说还有个人又要要车,咱们再去做一些。 这个当时,这个风险相当大。 你想让一个案犯去配合,心里面你能没有点压力。 计划还有另外一个风险。 真正实施抓捕的人和指导徐明辉发短信的人距离遥远,同样需要非常精准的配合。 发过此之后,他还一直把发送的情况在反过往上面抓捕了。 他当时发了几样的感情,对方的反应是这样的。 成败就这么一次结果,包括这边给许明辉做工作的人,实施抓捕的人,压力都是非常大。 真正的是斗志斗勇,给他发短信,包括这短信怎么发,短信发过去有啥效果。 他回过来以后,我们再怎么说。 他们在这个互相就是发短信这个过程中呢,丁国东说他得定性。 那么,是明辉说他得定性。 两人见面的地点是在短信中相互商定的,一条短信无法解决全部问题。 而就在两个人进行短信交流时,星星们突然意识到了他们的一个失误。 我们一直在发短信联系,如果丁国东突然打进了电话。 许明辉怎么说,有个口气跟以前如果不一样,很可能丁国东就跑了。 我们怎么接,接上怎么说,我们把这些话都设计好之后,刚设计好,丁国东电话就进了。 卡一半半,不是,电话来了,口气。 喂,我在家里面,你。 这有快点就是个,四十分钟,你就二十分钟以后,你就往高速口上走吧。 许明辉这个人心理素质还是可以,他跟丁国东交谈的口气呢,很平和。 哦,你就在高速口口,等着我就来接你来了。 嗯,嗯,行,就这样哦。 抓捕的刑警,要赶在丁国东之前赶到约定地点,完成路口。 而他们还有着一个难点,他们对丁国东并不熟悉,但丁国东到公安局探望过高相兵。 所有的行动都要小心谨慎地进行。 在这等的过程中,我们终于不知道他的经验,这个就发现。 就是发现一个就是奇谋特征啊,非常像丁国东的人。 看前面那个新式的商店啊。 你太远,你看不太清楚,但是就感觉上觉得他那个大模子像。 那我就给我们教导员打电话,如果说到了的话,是不是车站上,我们教导员说是正在发短信呢,联系着呢,我说那个人也在发短信。 两个人正好交接了,联系会说,联系会说,联系会说,他到这地方了,联系会说,马上就到这地方了,马上就到这地方了。 被勤获的人正是丁国东,而随后,刑警们在他身上搜出的专业工具,也进一步证实了别人对他的描述,极具专业精神。 为了寻求刺激,丁国东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前途,而刺激和好玩,据仅仅是犯罪所带来的诸多感受中的原因。 一小部分。在被抓捕的一刻,丁国东还体会到了犯罪所带来的恐惧和绝望。 在证据的压力之下,在无奈中,他供述出了另外两名同案犯的下落。 连续作战的侦察员们又一次踏上了侦察。 一点多才刚睡下,刚睡下以后,睡下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小时, 一大堆电话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奔到这个地下。 因为那几天,我一直是开着车。 太疲惫了,睡着了。 幸亏我们旁边的坐的人,一把把方向就拉过去了。 现在想起来的那种情况,还是后怕。 似乎我得到这个情况以后,面对是尽快地安排司机来补充,来替换我们政策。 同时呢,我也非常感慨。 我们的民警在这样的极限工作中,能够认真、扎实。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将犯罪限运法,尽快将群众里面避到十两周。 当然你说出现像那么危险的情况,咱们只能是事后对同事们当作笑话说一说, 但是对家里人,咱们可一日子都不领解。 付出了艰辛,也有着收获。 在短短一个星期内,白银分局325专案组,成功控制了犯罪团伙全部的11名成员。 这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或许,这个修章的这个信息就马上开始搞得最大。 这个案件不但是要发嫌疑的,而且又追回车辆。 接下来展开的是比抓捕嫌疑人更琐碎、更辛劳的工作。 当车本身就是见不得光的商品,所以总是在隐蔽的渠道里流通,并且经常被多次出卖。 有的呢,经过了8到10个人的手。 一手追,那手有,有时候追着追着就好像就是很渺茫了,很没有希望了。 你说那时候又苦,有没有希望了,更是很难受。 也出现过很多,说是家里人不直接,说是认为我们是花钱买的,我们也互相签进了这个购车协议。 我这不够成犯罪,你凭什么有扣我的车,有为啥有扣我的人,带我的人。 这就给咱们的这个工作,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我一把证明拿来给你,看一看,好吧,就我给你说的这个。 狗乡兵都可以算是吗? 有些人给他买车,他犯这个心病的不行,就是,明明他知道这是被盗车,但是他还是,因为这么全,他肯定他清楚是被盗车, 但他还是就是,想给他自己订那场,还有个定性的,再说,你给我弄个证明去,证明是很简单嘛,反正我这车不是就是投资车嘛,我给你再开个假,证明我就不害怕。 实际上,按照咱们法律规定,这个,一个这个车没有任何的手续,没有刑事证,没有手续,再一个是,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应该判定,你是明知道,还是藏我。 追葬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普法的过程,刑警们一次次面对着不理解,不配合的局面,而执法者的责任感,趋势着他们不断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时至2009年5月31日,白银分局325专案组,共追回被盗车辆37辆,为群众挽回损失200多万元。 当你说是把一辆车经过五六岁追回来,把没有这个看似很渺茫,没有希望的这个追到手里的时候,所以以前的那种辛苦了,很枯燥的那种感觉了,就一所而过,就没有了。 厄运从天而降,女主人被喊家主,现场留下一个神秘的纸质刀鞘,不请的生日宴上,来的却是两个怪异客人,出乎意料的行为,令人迷惑的现场。 九罪男子夜问刑警队,解开案件背后的真相。 刀鞘为证,天网栏目尽机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尽机